高丽菜盛产造成价格下跌 新科事议员当选人张景豪行善不落人后 他也采扣了太平山250公斤的高丽菜 全部都送给万里仁爱之家的长辈来加菜 张景豪也表示他已经做好卫民服务的准备 至于对于偏乡的这个长照 还有设费狐狸的一个措施 是未来要进入议会所要争取的首要功课 高丽菜量产至小价格下滑 为了要帮助菜农 今天市议员当选人张景豪 带上五楼满满的高丽菜 共250斤 开车来到万里区的市立仁爱之家 希望在帮助菜农之余 也要将这些党己党令 最新鲜的蔬菜送给长辈来加菜 借此不仅是要帮助菜农 也照顾到仁爱之家的长辈 营养均衡 景豪在选举前 就时常跟着省发会到处去关心 一些比较弱势的团体 那在仁爱之家这边 景豪在选前也曾经来过两次 包括一些物资的捐赠 那这次特别是因为 我们的高丽菜价格比较低 那所以景豪特地在选举过后 今天特地开着车 把这些物资 250斤的高丽菜 送到仁爱之家 然后关怀这些长辈 市议员当选人张景豪表示 其实之前常常就与省发会 议员过来关怀长辈 偏销的资源有限 因此也总想着要怎么协助 人家里将近200位的老人家 今天透过送高丽菜 希望可以为长辈们加菜 也实际来到人家中 主动关心老人家 希望他们都能够过得健康乐活 那我们这边长者呢 总共有219位 那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的 比较弱势的一些需要被关怀的对象 那未来景豪在市议会 也会来督促我们的市政府 多编一些相关的一些福利 照顾我们这些长者 那也是希望说未来 我们这些长者 除了仁爱之家以外 都还有更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 或是他们关怀的地方 能够让我们新北市政府 多多来关心他们 面对即将接任市议员的职务 张景豪充满热忱表示 准备好要为民服务 针对偏向长辈的资源 也将是未来进入议会 争取与监督的首要功课 另外长辈们看到新科议员当选人 更是相当的热情 给予鼓励与打气 也期许新北的长达政策 可以更好更进步 记者 廖平函 万里采访报道